如果看我们youtube的朋友 你们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我们精心每一集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知道 如果你看Facebook的话 Fanpage那里 记得点赞我们先 买得错那个才厉害 是违禁的 正化的意思其实是为什么 好像茅山师傅那种符号 不会每个人去安华山逗留 21天就有震动效果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吸声大发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第四集 是不是第四集 DOTA记性比我更好 欢迎大家收看第四集 我们收看我们的频道 上两集我都经常不记得 如果看我们youtube的朋友 你们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我们更新每一集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知道 如果你看Facebook的话 记得点赞我们 Fanpage那里 我们一更新片段的时候 你也是第一时间知道 我们今天也可以请到 我们扣井灵气的宗师级人马 就是DOTA DOTA 上几集我们都关于身体里面的事比较多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上一集尾 就说了一些关于气场上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 我们气场 今天Julia帮我们点了鼠尾草 其实我们经常听西方国家说 即西方那些东西 就是鼠尾草会帮我们淨化淨化 这个似乎就是西方文化他们常用一种方法 其实是淨化什么 如果讲淨化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哦 但其实鼠尾草 譬如这样 点着它 淨化什么 基本上我们比较习惯用来 什么要淨化 淨化空间 比如有时候你 可能在家里的时候 那个感觉不是太好 其实你又可以用一些方法 淨化空间 当然你也可以淨化一个人 比如你每一天在外面回家的时候 那么你都有机会 将一些不是太好的能量 带给你回家 所以你可以淨化自己的气场 或者帮家里的人淨化气场 另外如果有带水晶的朋友 更加要知道 你一定要淨化你的水晶 简单就是 你都会和你的手机每天充电一样 所以我们都会很习惯用一些淨化方法 去淨化我们在带的水晶 因为我看到你们这样 鼠尾草就这样一批 给你看 鼠尾草就比较普遍的一个方法 比较普遍的方法 晒干的鼠尾草 鼠尾草有没有分种类的 它都有的 所以也不要买错 这种叫白色鼠尾草 白色鼠尾草 有其他颜色的 它不是有其他颜色 其他品种叫其他的名字 比如星期末买错了 买了墨西哥鼠尾草 墨西哥鼠尾草不熟 有些地方是违禁的 如果你买错了 就会很大影响 买得错的才是违禁的 一定要很清楚 尤其是网购 网购的时候要问清楚 肯定是白色鼠尾草 甚至乎有产地来源的证明 因为全世界最好是来自美国的家族 清晰就不要买来自其他地区的鼠尾草 Doctor讲的为什么你们要相信 因为Doctor经常被人深入了解 那种精明的态度 是很难不相信 求真 求真 除了鼠尾草之外 因为就拿了这个 这个很少见 因为坊间的鼠尾草就多 但这里有写着秘鲁手作性木 是什么 另一种我们都会常用的 就是秘鲁性木 所以在南美洲比较成产的 一个非常好的淨化方法 如果从经验来说 它的淨化效能比输尾草更加强劲 它那么像那些倒流香那些 它其实是一些树的分泌物 所以市面上你会看到一些木条 淨化效能就不是太好的 因为你等于烧木头 但这些就是树的一些分泌物 淨化效果就非常少 那用法是不是一样 也是 它烧着了 那它那个烟的量 以至持久性就更加久 比输尾草 那么输尾草很快就烧完 输尾草来看到它已经关掉了 连烟也没有 但是秘鲁性木 它可以连续一路烟熏 因为我们要烟熏的空间 所以作为一个比较深层洞 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淨化 我又比较建议用秘鲁性木 嗯 输尾草比较适合一些小范围 其实Dr. 譬如我烧 烧到一半的时候它这样关掉 我还可不可以点回它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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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的 不会 嗯 它关掉之后它都可以用 其实一般家居 譬如我家里 我想静化个家里 那我就要在一个厅里点一个秘鲁性木 接着在一个房间又点一个 这样 会不会 如果一般不是太大问题 其实鼠尾草都可以 其实很简单 可以的 只点下去就已经可以了 只点下去 就是它 如果你家里有这么多的面积 你可以拿着点着的鼠尾草 在你家屋里走 哦 一个周围 客厅饭厅 以至到你的睡房 你都可以这样做 烟熏到的地方就是正常的 是的 尽量 因为如果你摆定一个固定的地方 你要靠这样 去烟熏扩散到其他角落 就比较难一点 其实 最好拿着它周围 淨化的意思 其实是为什么 淨化就是将它那个 不好的磁场 变回好的磁场 要简单一点定义 就是说 譬如鼠尾草的烟 就这样过去 那些不好的磁场 就会自己消失了 它似乎就是 是的 它就将它 处理了 叫做 那些水晶草烧了 其实都会 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化学物质的 可能它这些化学物质 就能够有这种转化作用 哦 那总之 大家可能什么都不太用理 总之 扔下一些酸皮草 但不要碰到火灼 还有看火 然后就烟熏一下家 烟熏一下自己的身体 那就会清理了气场 因为我们气场有这么大 出到街一定会很多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连结 因为气场它不单止 我也上一集说过 有很多层 基本上有七层 最重要它不是结固的 所以它有很多空间 所以如果你尤其是香港 这样的地方 其实疫情之下 大家是反而人与人之间 距离宽了很多 但是以前你知道 那个密度很厉害 所以你会沾染了很多 不是太好的能量 到你的气场 是很容易的事 坐过地铁也不知道怎么办 一定 人多地方 除了性目和雪尾槽之外 其实在扣井灵气里面 会不会有些帮人淨化的方法 绝对 那你就可以用灵气本身的技术来做淨化 也可以 绝对可以 今天在镜头前面 不如有没有一些很简单 因为我经常见你们在 好像茅山师傅说符号 有没有一些超级简单 有没有一些超级简单的符号 可能观众是未必用到的 因为始终要做零售先 但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的符号 可以讲解一下其实是怎么样的 其实如果它原本就最初 其实它有很多技巧是不用用符号的 真的吗 符号其实都是后期发展出来的 尤其去到西方国家的时候 他们会专注这件事而已 所以它本身有很多技巧 都不一定要用符号 这个是历史题 究竟符号是在扣井老师那里出来 还是去到西方的时候才可以 一定是在日本的源头 但是传续西方之后 他们又是变成一个看法 似乎不同了 在西方的角度来说 他们就着重了符号 所以第一就是要追求符号的效能 而且经常都觉得 要学很多很多不同的符号 就是等于效能 其实这是一个很错的观念 讲到这里 真的效能不只是来自符号本身 就是我们跟这个宇宙能量的共鸣状态做得很不好 这个才是个关键 但是符号令到我们很容易进入这种状态 这个就肯定是真实的 未学过扣井灵气的朋友的观众 可能对我们现在讲的话 可能有少少不明白 因为Doctor之前那几集给他说 就是我们跟这个宇宙和谐 或者连结能量 但是这个并不是扣井灵气的餐单 最主要的部分 因为在香港扣井灵气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符号去跟着 而不同符号就有不同的功能 可以这样说 应该这样说 它跟宇宙能量连结 绝对是核心的部分 只不过我刚才都说了 第一 第一 这个方法不是标准 不会每个人去安马山上面逗留 21天就有伤动效果 所以第一 有attomment有attomment的方法 后期为什么要加符号呢 就是发现到大多数的弟子 或者学员 未必有那么快进入了那种状态 所以才会发现用符号 来帮助大家进入这种状态 所以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定要符号 其实肯定是不一定需要的 但是符号绝对是提供了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方法给我们 就是说是一个我想发放 什么能量的一个式变 因为很简单 如果这样看回 扣井老师本身就应该是一个 不是一般的人很明显 或者他真的有一种特殊的状态 或者一种经历 但这个问题在其他人来说 未必是标准的 所以他用attomment也好 用符号也好 就是去协助他的弟子容易达到 他当时经验到那种状态 这个是很明显的 所以在他传统来说 就不是以追求符号为一个主要目的 他就是利用符号来协助自己 去提升那种状态 或者叫提升那种意识的状态 是的 因为我记得我是学习了 这个传统日本来的 他有一句说话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 一个符号也不需要用 而去达到那种状态 是真的 所以很明显就传入西方之后 这种看法是不同了 大家就以符号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神秘 或者也觉得另一个效能来自符号 这个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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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正确 那最基本的符号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披露一下 也可以 现在网络世界流通 你去找相关资料都不是很困难 根本很多人会出版 在书上 那么最普遍的符号 我们叫力量符号 力量符号 第一个是力量符号 是怎样的 你空手画的 日本灵气有四个符号 四个符号 他的画法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到一横一动 然后旋转 就是一横一动 然后旋转 这个叫力量符号 这个叫力量符号 有什么用的 它象征着地球的力量 所以基本上用在一些看得见的事物上面 看得见的事物 包括任何物件 包括水晶 比如你吃一个食物 以至你喝一杯饮料 都可以用下去 用在一些看得见的物件上面 那就是说 我做了这个初级零售 然后现在我对着自己的手链 然后画个力量符号 那就可以了 其实就算你不画符号 基本上你都可以给到力 在水晶上面的 但是用符号 我们会觉得能力更快 而且会更加聚焦 所以其实它是协助到我们 去达到某一些状态 或者这么说 譬如Dr. 你是聪明人 那你当然容易转换你的意识形态 我这种符人 如果不靠符号 去转换意识形态 可能我转换不到 跟聪明跟蠢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你随便给这件事 我说一下 那就是 因为Dr. 你的层次就说 我们的目标尽量不要用符号 那你做到 不是 他所说的中约目标 所以在我们日常运用 我们都很喜欢用符号 都会用的 但问题是这个精神一定要明白 要明白 如果我们变成了 就是在追求符号 你明白到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 大家对灵力系统里面的符号 是很神秘的 所以现在如果你是有一个追求的心 你基本上学一百个 二百个三百个符号都可以 其实是无需要的 就是说不要着重在招式那里 其实我们用符号 就令到我们达到某一些的能量状态 或者意识状态 如果你本身掌握到 或者足够水平的人 根本是不需要用符号 只不过一般 你当是凡夫俗子 未到的时候就用符号 凡夫俗子在这一道 但是到你有一定的水平 其实你是容易不用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厘清这个关键 因为很多人就是误解了 其实譬如我无论初级中级高级学 我学书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 不要依赖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只顾着和这个宇宙能量 应该这么说 这个终结目标一定的 就是如何和宇宙能量产生这个共鸣 但我们最初的水平的时候 我们都最好用符号来帮我们达到 达到某一个经验或者已经某一个水平的时候 可以慢慢放弃这些符号也可以 是的 但始终我们都觉得符号是好用的 因为我们一启动的时候 效果来得很快 那么方便的东西 你没理由不用的 那就是 当是一种催化的作用也是好的 所以可能西方国家就是因为太好用 所以就专注了在这些东西 似乎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都说当年他传到西方之后 他将很多原本的东西 其实是消失部分 可能他们都未必知道 是的 或者那里作了一个很大的改动 变成他们有另一种看法 这个没有对错的 但是就将他原来的东西 原来本身的元素 很多人不清楚 如果你是学西方力气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些 那这个就是个问题 那我刚才讲开气场 气场我们会互相影响气场 或者互相交流 一定会 我会不会流失我的能量走 这个肯定的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懂得吸声大化 其实也有些人是会吸走我们的能量的 其实每天都会发生的 但我不懂得吸声大化而已 我可不可以练金钟罩 这个 你真的有没有可以防止我们 气场流失的方法 绝对有 是怎样的 可以防止我们气场没有流失 第一 你当然要巩固你本身的气场状态 所以你可以借助一些水晶 或者你利用灵气的符号 这些可以帮到我们 或者甚至乎做一些身体的姿势 都可以 那我们的身体 身体的姿势的时候 它是会没有那么容易吸走我们的能量 简单说你会觉得 为什么很肯定 你知道有没有效 就是你的人没有那么累 如果你不做任何的措施的时候 你可能在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之后 已经很累 你已经知道 就是对着某些人的时候 很快就会累 某些人是会在你身上拿能量的 通常都跟你有什么关系 或者一些所谓的闺密 就是很谈心事的人 其实它是会拿你的能量的 尝试下属 男女的关系 或者父母和小孩的关系 这些都很容易 在对方上拿到能量 所以我们怎么样 譬如说有一个姿势 是 挡住 那又不是挡住的 那这个是一个美国人 创出来的 就是这样做的 是这样做的 是这样做的 然后就是右脚左脚 右脚左脚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容易去 拉走你的能量 如果你很清楚 某人是 每一次你面对他的时候 他都拿你的能量 你可以用这个 身体姿势做一个保护 身体姿势做一个保护 对 问题你又不可以让他看到 有点怪 对 所以通常我建议前面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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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挺有效的方法 对于没有学过灵气的朋友 就是可以用的 对于这样的方法 它已经可以拉紧你的气场 没有那么容易给它吸走这些能量 但是你在灵气上面 其实对冥想或者那些事情 其实是不是太着重 本身就应该没有这些东西 很明显也是传到西方之后 它加了这些元素 甚至可能有些宗教元素 灵气本身就没有任何宗教食材 你说加了这些 那些是好了还是不好了 就很难说的 看看它加进去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就说 在某程度上的改良 是无可避免的 其实都是好事 但是你的那个变化或者改良 但是你是不可以影响到 它本身核心的部分 灵气我们一定是讲 中文或者讲条片 那你不可以没有了这部分 灵气我们是很 通常都会靠个符号 来启动那些能量 那你又是不可以没有了这些 那这些是一定要保留 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加一些其他元素 我觉得是可以的 刚才你所说 因为我在外面听到很多关于 都是扣子灵气的事 因为我不知道是 他们在外面学 还是你的学生 但是我看到外面灵气 现在变成很多 多了很多很复杂的 甚至乎真的变了名字 变成了另一样东西 绝对 那你 其实 我这里才问 其实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那 这个变在所难免 但是你说变得太极 当然不同意了 那你原本就是扣子灵气疗法 那一路 一路 传下去传到 一百年 就是本身扣子灵气疗法 这个系统都作了很大的变动 你日本本身的扣子灵气 和西方的扣子灵气 都已经很自然不同 那西方灵气 你来自美国 来自德国 来自英国 都已经有很不同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 因为没办法 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性 另外就是 在这个基础上 再演变到其他灵气系统 就会将整件事会更复杂 但是这个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那譬如有些人会加了一些元素 他就叫做 创造了另一些系统 那 这个都没有问题 反正问题大在 就是 它 不是灵气的东西 但是它用了灵气的名称 就不是太好了 那这个我就常常都听到的 嗯哼 那 就 有少少真是挂人头脑脑脑 那这个我觉得 是不可以接受的 你明明不是灵气 你不要假借了这个名 另外有个更加不好 就是 原本某一个系统的灵气 那 有些人呢 就会 教的内容就是这个系统的名 但是它安了另一个名称 那这个我又觉得又不是太好 因为你这样会误导了那些学生 那倒是 因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 我们已经很清楚 每个系统之间的关联 很清楚 甚至会衍生了一些 根本都不是正宗系统 正宗系统出来的 更加复杂 那你试问一个想学灵气的人 他一定是混乱的 嗯 所以 就搞了很多 这样的 不清楚的部分出来 你教了20年 是吧 多不多学生之后呢 再来找你 或者你会不会有些 跟他们联系一下 他们正在做什么 这样 基本上我们也不会主动联络他的 但是就 如果他主动来找我们 我们一定会想 都会想了解他的近况 比如他有没有经常会用这套技术 用在哪个情况 在他本身来说有没有得益 这些我会问他的 亦有我们也鼓励一些旧有学员 比如夹了一段时间 就回来叫复货 叫从上一前 这个就可以跟他温集 但是通常我们如果研究了一些新东西 我们也会加了下去 所以他又会学了一些新的技术 就是你的课程会不停地变动 他始终在原有的核心部分 当然你说做通文做这些符号 是一定保持不变的 但是应用的那个层面 范畴 以至到技术 我们有时都会有一些的调整 所以他如果夹了一段时间 他都会学了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或者我可能又研究了某些东西 又有另一些的看法或者理解 在我课程上我也会讲解给他听 所以他又可以不断可以升级自己 那关于这个扣井灵气 比如基本上初班中班高班都是这样 他这个系统的分 叫做四级 其实高班就完 高班他还有一个大师级 还有一个大师班 以前就应该分三级 因为以前的年代来说 高级班和大师级就没有分 慢慢就叫做分了出来 就明显的四级 现在包括日本本身都是分四级 现在 但是大师班教的东西就是可以教大师 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学套用的方法 如果学了之后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去教其他人去使用灵气 即高班都是教我们的应用方法 所以我们叫做初中高班就是叫治疗师级数 大师级数我们叫做一个导师级数 那他就有技巧有能力有资格去做这件事 其实doctor你教了二十年 就是说你是沉根究底去学习之后再教人 那你很好是香港靠真来的顶端就必然了 但我又很想知道 那你可以这样说 你这二十年教了这么多学生 他们一定会散出去 一定会 去再教其他人 其实那你会不会有一种很强大的压力 我有压力 为什么会有压力 你教老师去教人 你说压力来自教那里 因为始终你教了 譬如我教出来的人 他将来都会去做老师 OK 即是你说他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对我造成压力 是 不是 很简单 就是教这些人 为人师表 我教学生 我教了他 如果他将来都做老师去教人的话 那我现在教你的东西其实很不好 或者你出去做坏事 那你作为老师你当然有一定的责任 你教的东西一定会真实 你中销 但是有很多压力 而且一定是为你那个学生利益着想 这方面我又没有压力 第一我本身很享受教学 而且我很喜欢 所以在整个过程我得到很大的喜悦 当然你应该这么看 就算你完了导师级也好 是不是个个会在这方面去发展 肯定不是 就算是发展也好 他都有不同的路径去发展 这个都会关注的 就是说究竟他想发展这件事 他以一个什么模式来发展 因为基本上我们就很难管制他的 或者限定他要以一种什么形式来去发展 大多数我都会建议尽量 可以参考我本身的那个用的系统 因为当年我都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想发展这件事其实是怎么发展 那很幸好我参考我的老师系统 那我的老师系统 如果现在看回 我就选择得很好 因为全世界认受性最高的一个系统 那当年我都未必知道 但我幸好就跟到他这个系统 只要跟他这个系统的框架去做 那这个就很好的 从你刚才口中所说的 你在香港我们贴地点去说 你在那里教授灵气 然后你教了一些学生又教授灵气 那会不会互相欠学生这种压力 那这个就 如果作为学员来说他有极大自由度 他可以选择跟哪个老师来学的 我又不觉得会存在这件事 因为你创造同行 你创造同行出来没有压力 如果我有这个担心 当时我就未必去教这些东西 不教只是帮人 因为我都担心会不会 就是跟我的老师有竞争 所以我的想法就不会 我反而反而我鼓励他们 如果他们教的学生 你流失了 或者流失了来我这里 那证明你教得不好 那你就要更加努力进步 努力去用功 其实都是一个指标 所以留不留学生 是他们的责任来的 不是我的责任来的 这些就叫为人私标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来到我 我一定是尽 心尽力去教他的 不会有任何保留 或者不同人 我又教不同的东西 不会这样的 我一定是视同人 Dr. 刚才你说 鼠尾草可以帮我 气场静化能量 可不可以现在示范一下 可以 那我们先示范一下 好 那阿Doctor 帮我做这个鼠尾草 淨化我的气场 是吗 现在帮你做一个气场的淨化 那我们有好几种方法 但是方便和常用 就是用鼠尾草 那鼠尾草它点着之后 那些货很累 就会有一些烟 所以我们用一些烟熏的方法 那就围住那个气场 那通常先处理了头顶 那逆时针八个圈 然后围住那个人体的气场 整个人形的走法 那基本上它的气场就被淨化了 很简单 很简单 很适合一般家庭用 那如果我平时在家里点着鼠尾草 然后自己 没有你刚才那些方法 就是这样可以吗 烟熏一下自己 当然可以 但是鼠尾草它很快 它点着之后很快就熄 就不是太建议这样做法 通常点着之后就立刻 立刻拿着一条 坐一个气场静化 然后这样到处移动一下 很少点着就放在这里 如果点着放在这里 你想达到空间淨化 我建议用秘鲁性木 秘鲁性木的烟熏的效果更加好 就烟熏的效果更加好 秘鲁性木 所以有好几种方法 另外也可以用一些海盐 所以去超市可以买一些海盐 就可以浸脚或者沐浴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 而且很便宜的价 一个淨化气场的方法 如果有些朋友喜欢带水晶 水晶一样 是可以的 就是帮水晶淨化 不是用水晶来淨化自己 用水晶来淨化自己 有些朋友带开水晶 当然我们带水晶的朋友 就要知道一样东西 每天要淨化水晶 简单就是等于跟你手机充电 好 Dr.我们坐回来说 我们完成这个淨化了 刚才我们做了鼠尾草淨化气场 其实比想象中简单 是很容易的方法 也是点鼠尾草在这里 在家里也解决了 或者帮自己家人也很容易做 是的 今集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 又多谢Dr.给了我们这么多时间 下次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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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